今天中国热点新闻 外媒说 不久前 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在香港接受采访时还阵阵有词的为中共建网络防火墙辩护 理由之一是只要想翻墙的都能翻出去 谁知话音刚落寞多久 连他自己都开始抱怨起翻墙难了 9月18日 他在微博中吐槽说 国庆节快到了 上外网极其困难 连环球时报的工作都受了影响 我个人觉得这有些过了 再次提点意见 希望得到倾听 不少网友看到后 纷纷肯定胡锡进敢公然跟网管老大哥叫板 短短数十分钟 有1100多则评论 3600多人喊赞 但普遍叫好的声音维持没多久 这条态度诚恳的建言帖就已被删除掉了 同天晚些时候胡锡进在发微博解释称 中午的微博是我自己删的 主要是他赚得挺快的 我不想自己的微博制造一个热点 今日中国热点新闻 外媒说 数百名示威者在送中运动的第16周末聚集在沙田一家购物商场里 高呼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等口号并高唱月荣光归香港 还有示威者到被认为是清北京的商店外张贴示威标语 路透社拍摄到的画面显示 一些将中国国旗扯下 踩在脚底表达愤怒在 在警方冲入这家购物中心将示威者驱散后 一批示威者先后到附近的圆河路等地方继续抗议 期间与警方发生对峙 警方出动了防暴警察 双方再次爆发冲突 香港警方在星期天晚上的新闻稿中说 有激进示威者在沙田圆河路设置路障 并纵火焚烧杂物 警方正使用相应武力驱散 防暴警察星期天还在通向香港机场的主要港铁车站布防 以阻止针对航空旅行的新的反政府抗议活动 今日中国热点新闻 外媒说 阿富汗塔利班派出代表团访问中国 并和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会谈 讨论塔利班目前已经与美国终结的和平谈判 就在塔利班代表团访华的两个星期前 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塔利班正在阿富汗发动致命袭击为由 突然取消了美国政府同塔利班长达数月的和谈 在特朗普宣布和平进程死亡之前 这两个对手据信即将签署一项协议 结束长达18年的阿富汗战争 塔利班发言人沙辛说 有9名成员组成的代表团已经前往北京 塔利班驻卡塔尔政治办公室负责人巴拉达尔是代表团团长 该办公室主持了美国与塔利班的会谈 塔利班发言人沙辛说 星期天 塔利班代表团与中国的阿富汗问题特使邓锡军举行了会晤 开启了他们的中国之旅 沙辛指出中国特别代表说 美国与塔利班的协议是和平解决阿富汗问题的良好框架 他们对此表示支持 今日中国热点新闻 外媒说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日呼吁所有国家抵制中国遣返维吾尔族人的要求 称北京在新疆的行为是企图抹杀自己的公民 联合国专家和活动人士说 在偏远的新疆地区 至少有1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成员被拘留在拘留营中 蓬佩奥对记者说 关于恐怖主义问题 我想进一步说明 中国在新疆的镇压行动和恐怖主义没有关系 这是中国试图抹杀自己的公民 我们呼吁所有国家抵制中国遣返维吾尔人的要求 蓬佩奥是这个星期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开始之前 与五个中亚国家 土库曼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等国外长会晤后 发表了上述评论 在联合国大会期间 华盛顿将在这一问题上指责中国 外交人士星期五说 美国副国务卿苏利文将于星期二主持 一场有关中国新疆人权危机的活动 联合国说 至少有100万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在新疆被拘留 北京将新疆的拘留营形容为职业培训中心 是为了有助于消除极端主义 并给人们提供新技能 今日中国热点新闻 党媒说 耿爽批蓬佩奥言论一再污蔑诋毁我治疆政策 充分暴露美双重标准 耿爽称新疆事物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国势力干涉 中国政府近日已发布白皮书 全面介绍了新疆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工作 中方有关努力与包括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上不少其他国家 已经采取的去极端化和预防恐怖主义措施本质上没什么区别 事实证明 中方举措已取得了显著成效 当前新疆社会大局稳定 经济发展势头良好 各民族和谐相处 已近三年未发生恐怖袭击事件 新疆各族人民广泛支持政府的反恐维稳举措 一段时间来 不少国家派员赴新疆参观访问 实地了解新疆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情况 许多外方人士积极评价中国政府在依法打击和预防恐怖主义等方面所做工作 认为新疆的成功经验值得学习借鉴 这些都不是美方个别人说几句话就能够否定和抹杀的 今日中国热点新闻 党媒说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周日22日出席香港公联会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酒会 林郑月娥致辞时表示 在过去一段时间 香港社会面对极大挑战 持续出现的暴力 对打工仔女的工作和生活都有很大的影响 特区政府一定会竭尽权力止暴治乱 维持社会秩序 保障公有的饭碗 林郑月娥表示 随着国家迅速发展 香港亦在一国两制下 发挥背靠祖国面向世界的独特优势 继续保持繁荣稳定 而且不断进步 他希望香港公有团结一致 自强不息 相信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 香港一定会迎来更美好的明天 当香港街头的激进抗议分子不断寻求美英等西方国家支持时 一些在香港生活多年亲眼目睹这里真相的外国人 却对他们的行径提出许多批判和质疑 而不同于那些支持黑衣人的西方记者在街头得到的优待 这些外国人一旦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想法 总会立即遭遇暴力 辱骂甚至开除的压力 曾在香港理工大学任职的德国学者兰肖汉是其中之一 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 自己因发表支持修理的言论和批评参加暴力游行的激进分子而遭到恶意投诉 进而被校方解雇 最近这几个月 蓝骁汉密切关注着香港的社会动荡 并走上街头试图理解这些所谓追求民主的年轻人 但他最终得出结论 香港当下的游行示威并不存在正义的理由